itation0.0 10.25 该结合 万人矩目 这场比赛,自打敲顶之后 可以说已经是掉足了所有犬迷的胃口 因为周志鹏呢,从身材,体重,周志鹏,才是有72公斤,而这个天空万160公斤,天空万身高2米18,而周志鹏身高1米78,差是40公分。 哦,你看周志鹏一站,就直到他的腰那儿,你看一看,直到他的腰那儿。 这场比赛真是这几个月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今天终于上演了。 周志鹏是反架队选手 以前曾经是八一体攻队的拳击 应该说周志鹏在过去打拳击的时代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战绩 那么在今天比赛里面赛前我们读问周志鹏 周胖说我今天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击对方的两肋 两肋就是两肋 他跳起就是超手拳 也很难打着对方的头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有击两肋 同时要加强我的腿的一种进攻 另外呢 我们在赛前也进行技术分析的时候讲 这个翠鸿万他有一个绝招 因为他个儿太大了 他抓住对方的这个肩膀头部之后直接一提膝就非常危险 而周志鹏的两大战役就是在去年2015年 曾经战胜过世界的K1冠军克劳斯 荷兰的天王克劳斯 曾经和波球打满了三局 最后加之战 欺败于波球 终于出了第一个动作啊 一个低位扫腿 这是我们赛前所布置一种战略之后 周志鹏只有通过这个扫腿 踢对方的支撑腿 同时加强进身之后的击打对方的根 只有通过这样的战役才行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当年中国出三岛王争霸赛的总决赛有过这种跨级别挑战这种先例 那么在之后这十五六年里啊 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 而这双方这个级别差距太大 你看 你看哪一笔 我这样一算没 嗯 其实我赛前当时已经想到了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沉闷的一个局面 因为对于崔公安来说 他就是摆拳直拳都很难 很难打 对 因为周志鹏闭上练拳击的他那个躲闪的能力是很强的 对 到现在位置崔公安还一拳未冲呢 嗯 我们场才把是毛巾 哦 这个场才把要加强进攻 加强进攻 对 要进攻 但是我们也期待着他加强进攻 怎么个进攻方式 崔公安拳只有从上往下打 对 而百拳一打 周志鹏你一个躲闪 就会让对方说 你看 崔公安的这个要队之类已经倾此看 对 这一腿踢死了 很难受 对 这让我想起了1999年啊 当时内蒙三大队的格尔勒图第一次到美国去打这个中美对抗 就是七级小编腿把对方的膝盖踢坏了 那么在今天比赛里面 这只能是周志鹏所采用的一种战术战术之一 就要推第一方的支撑 你看 现在青空外的右腿的大腿的后面支撑腿的后面 你看 已经听死 对 好 第一回合结束 从场面的控制来看 周志鹏第一回合肯定赢了 因为毕竟对方身材高 体重大 移动速度太慢 移动速度太慢 好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看一看这回合 崔洪万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我这是第三次在现场看崔洪万的比赛了 因为过去崔洪万打的几个对手都是不差级的 尽管说都比他矮 但至少也是在体重的一百多公斤以上啊 他也是第一次打这么矮的对手 利用这种跺脚下对手 这个周志鹏三分队这种战术绝对是对的 有机战 而刚才我们看到崔洪万那是打反架现在变成正价 对 他一看我反架我这个右腿放前不行 踢得很疼 我再打正价 后扫踢 哈哈哈哈 周志鹏刚才也采用了我们很少见的这种扫葬匪的技术 对 他也没办法说话真没办法 我就打不着他 我怎么办呢 我不是不出钱 一出钱地方一个 一钻 你猫腰就没了 你猫没了 他个菜 你看 崔洪万两眼一直在 崔洪万两眼一直在 扫腿 对在盯着周志鹏盯着周志鹏盯着周志鹏的眼睛看盯着他 盯着他 崔洪万这两年啊 在韩国可以说拥有了极高的名气 他现在也基本上是韩国各大娱乐节目的这个 常客 快快 现在崔洪万也知道你要打我的干部 我夸一紧身 对一夹 一夹 你打不进来 双肘一沉一夹 你不好打 说帝太华 这是因为今天比赛的时候他下着小雨 这个对选手还是有些影响 现在崔洪万也怕周志鹏提他的腿 对 他现在崔洪万不会提膝 提不了 这怎么提啊 然后320斤的体重 再来 在这种比赛里面战术很简单 就看谁能够运用的更加的这种灵活一些更好 现在成功案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有招住 因为他不会腿法 对 如果成功案会腿法的话 那这场题就难说了 就是什么 一个踢腿 这拳有点开掌的嫌疑了 砸下来的 就这种战术 成功案没有任何的招法 我摆拳打不了 我之前是 从上往下打 有目标 一个下滑就没了 我又不会推法 第二配合结束 崔弘万也很难受 也很难受 接着来 好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配合 现在我们是在湖南的怀化体育中心体场 欢迎带来的四国明星PFC 国际冠军赛一场超级明星战 对 白天主任我超级明星战 快 这么讲一点也不会过 这个崔弘万现在打一场比赛的出场费 已经是50万人民币了 目前应该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 北地比赛当中 他是身价最高的 现在在第三配合比赛里面 春光也要加强的进攻了 进攻前手前 四边打空 这和前两回不一样 我要主动出去追你 春光主动追了 应该就剩了三分钟了 对 嗯 这外界 我都打不着啊 你都开口住着你 两人都笑了 都笑了 这我们看的一种游戏 就是老鹰捉小筋一样 对对对 继续扫踢对方的膝盖 既然进不去 无法勾打他这个干部 往上一挨声的 就真是没法打 那是春光我只能蹲下来给你打了 对 你看 春光只能摇摇头 这真的没办法 我都注意再低点 在地你还能低到多少 快快快快 快 快 春光自己都笑了 漂亮 好 偷袭啊 偷袭啊 真出气不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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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这个最后万的重拳 我是见识过的 当时他上一场打 奥尔格勒的时候 嗯 带劳也见识到他的重拳 包括去年12月26号 在上海的时候 第一次 看他现场的比赛 跟咱们中国一位选手打 一圈吧 咱们中国选手这个 当时没觉得 但打那会儿 这个选手就退赛了 后来才知道 比较武断了 他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 力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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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利用拳的这种砍杀战术 但是周志鹏 就我就不给你这个距离 大家可以看看 春光弯的拳套啊 特制的一个拳套 你看他的拳套 比这个周志鹏的拳套 比这个周志鹏的拳套 比打多少 对啊 站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就这么轻轻一推 嗯 肯定会不倒 嗯 嗯 嗯 这中国有一句老话 身大力不亏啊 但是绝对力量 确实很出色 今天这个周志鹏 就是利用 他这多闪移动 嗯 化解了这个 吹红万 这个拳套的进攻 你看 你就没法打着他 这打不着 又打通 漂亮 终于能够到头了 终于够到头了 他这头也顶周志鹏 两个头大 嗯 还有最后的 十几秒 十三秒 你倒计时最后的十秒钟 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看出来了 哈哈哈哈 已经看出来了 嗯 比赛时间比赛 我们等待一下 最后的这个结果 你们从整场的来看 吹红万 没有一拳能够打到周志鹏 而周志鹏 利用他 用移动的国产 利用扫机家 全法的进攻 控制着整个的比赛的节奏 好 接下来我还宣读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五位场边积分裁判给出的比分全部一致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方获胜 好 我们有请四六英雄创始人范明先生 湖南锦江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龙燕女